I just wan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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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月初級 鬼故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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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就會來為大家介紹第一個鬼故事 夜遊魚 在一個夏天的晚上 天非常的熱 幾個少年就到河邊去游泳 在夜光中 他們看見一個女子在不遠處游泳 長長的頭髮 顯得非常的優美 一連幾個晚上 這幾個少年 我發現到 那個女子獨自一個人在浮游 於是 他們便好奇心的想要接近這女子 突然 女子就快速游向他們的身邊 而那個男子 就本能的伸開鬆手 迎接他 可是 他接到的竟然是 披著一個長髮 發著惡臭的頭 在這附近 發生了一些凶殺案 一名年輕的女子 被分屍 頭顱 都還沒有找到 接下來 第二個故事 更為驚人 優秀公交車 有一天 一個小夥 他坐上了一個夜班的公交車 上了公交車 他看到公交車上 滿多人 他就 靜靜的 一個人 坐在一個角落 公交車 行駛過一片荒地 這名小夥子 看到車窗 倒影過來的人 大家都對他 不視眈眈眈的看著 那名小夥子 看到這蠻子的巷 嚇得 把自己的手機 摔在了地上 突然 這個小夥子 就驚醒了 他就搖頭的說 原來 是一場夢 可是突然 他就看到 他手機 不 睡了 接下來 我就來說 最後一個故事 夜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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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名司機 開著開著 突然看見 一名女子 身穿白衣 在向她招手 在這寧靜的晚上 讓她不經意的想起 難道 那就是鬼 那名司機 那名司機 還是撞起打 帶她 到目的地 那名女子 上了車 司機就問她 小姐 請問你要去哪裡啊 那名女子 就告訴她 我想要去 不 不 戰 場 那名司機 嚇得 人 多數 她 心想 難道 她真的是 那樣 東西嗎 司機 還是 決定 把她 帶到女的 那名女子 面目清朽 一臉慘白的樣子 一路上 多不出話 整個過程 都讓這名司機 感到毛骨悚然 當抵達接近 目的地的時候 司機 無法再開網 那便 找個理由 讓女子 下車 當女子 要付錢給司機 的時候 司機就說 不用了 反正 順路 那名女子 就說 不行 不行 必須給你錢 呀 怎麼能麻煩你呢 那名女子 最終 還是 沒有辦法 丟到那名司機 前 當她下車的時候 司機 就準備 發動車子 移開 目的地 但是 她回頭 一看 車門 竟然 沒有關上 她 在左 看 右 看 一個人影 都沒有 難道 她真的是嗎 於是 司機 先下了車 查看了車子的周圍 突然 一名 絲答答的手 拍在了她的肩膀上 那名女子 那名女子 出現 那名女子出 司機大哥 以後停車 別停在溝區旁呀 你讓我跌進龍溝啊 嚇得了這名司機 腿軟 感謝收看 鬼影節 特集 鬼故事 千萬 不要做噩夢喔 你 你好嗎 有 可能 你 人 你 因為 你 你 你 很好